AO聊事自己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 波波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 波根地聯賽 那這場地球很特別 開局兩個村民都在這個島上 而且開局就送四隻旅船 所以一開局要趕快補下碼頭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這邊留島也留人 這邊人也在這個島上 這里香菇要趕快吃 那目前看到卡布奇 這邊就選擇孟加拉 波波人是米扣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尼克夫這邊 尼克夫這邊是波波人 波波人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海陸混合圖優勢文明 因為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 跟漁船的移動速度 這個戰艦移動速度都有提升 所以不管是陸戰跟海戰 經濟上能加持都不錯 而且海戰上有這個絕對的控制權 可以即時拉走戰艦 也可以即時進攻戰艦 所以算是相當好的一個文明 波波人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主軸的 帝王世代有八折的馬舊單位的優惠 帝王世代後期也有駱駝工兵 可以刻字所有的馬功文明 甚至相公也是稍微能打 也不會太弱 波波人後期的騎兵跟弱工是非常強大的 後期還有火砲跟工程工程師 所以要反制對方的工程器也是OK的 中期比較尷尬的是他只有中裝長槍兵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駱駝 回血駱駝去進行反制 那生旅的部分呢 除了沒有神聖思想 會稍微弱一點還有印刷技術 基本上要稍微擋下對方的生旅前壓 這個頭車壓承認中心 還是可以稍微靠救贖思想 我是覺得只是稍微了 你要完全擋下還是有點困難 還是要靠自己的騎兵作為主軸會比較好 那攻兵路線的話 城堡還是可以打奴兵 後期還可以打火槍 整體來說 我覺得波波是一個蠻全面性的文明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Covitch選擇的是孟加拉 那孟加拉人呢 他的升級時代手會升中心 每一個城鎮中心都會產生兩隻額外的村民 所以他在升時代手 村民是往往會領先對手的 那孟加拉人呢 後期也可以等下大城逢教 大城逢教點完之後呢 可以讓自己的 升旅跟村民的人口數降低一些 所以後期打升旅戰 孟加拉人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他的升旅有個問題 並沒有一段斜說 所以單純打升旅戰是不太好的 那如果對方升旅也不是很強的情況下 那他就有絕對性的 這個人口上的優勢 那孟加拉人的海戰部分呢 是他的船艦會自動回血 這個回血效果我覺得算是 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是有的話也會很不錯 因為在前期的部分 回血的血量只要多能回敵血 可以多扛一把弩炮戰船 到了後期 這個累加期 可能會獲得一些小小優勢也說不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現在是下方有一些大象可以吃的果子 但是右邊這邊的鹿 跟豬會比較更多一點 還有果子 那上方的部分呢 是有野豬 基本上都是兩個大野味 然後也有鹿可以吃 這裡是有斑馬 不管你是要去哪個島 都是有差不多的相同資源 野豬都是在最裡面的 但是為了要提早開局 不要讓城鎮中心斷村的情況 所以TC會馬上下下去 不會太刻意選址 但是COPCHY這邊登島有點尷尬 這邊一登島不能敲TC 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敲下的 所以只能在後面地方稍微繞了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30幾秒 這邊是繼續用 戰船進行打 封箭師帶的策略 這邊戰船是按兩艘火戰船 來看一下前期的騷擾 波波人點下了一擊伐木 三人挖金 戰船先打 這邊戰船 要小心 四艘戰船 四艘戰船 兩邊都是四打四 那現在誰優誰裂不好說 但可以肯定的是 現在是波波人 村民是稍微有點理先的狀況 兩邊都是偷了一個支部 波波人這邊TC顯示6秒 孟佳人這邊因為生死蛋的關係 所以村民會輸加2 但波波人還是優勢 結果這裡卡布奇有點上頭了嗎 到底吃到城鎮中心的傷害 自爆城炸了一波 深入敵軍 碼頭自爆閥 直接一炸 我覺得這個就是上頭 看起來剛剛尼克夫是有一點被壓制住的狀況 但是 這個碼頭有自爆閥 所以 有時候戰舉 不能只看 攻擊內方 攻擊內方不一定是優勢方 優肯是略勢方 OK 那現在看起來 孟佳人是被炸了一波上頭 那這個上頭之後 讓他有點小小損失 戰艦的部分要去修理一下嗎 好 但這一個碼頭相當關鍵 有這個碼頭之後 也可以隨時往上炸 那這邊尼克夫這碼頭 開始往上開了 把自己的漁場 再往上面穩定起來 這裡碼頭 可以隨時補一個自爆法在裡面 找個機會去炸一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前期的海戰打鬥 應該是不會打得這麼兇 但是這兩個自爆法 不炸一下好像也不太對 好 兩邊稍微燒一下 自爆法看一下關鍵能不能炸到東西 有 炸到了一燒 第二燒能夠炸到嗎 這邊戰艦散開 好 炸了一發 一一換一一還可以 尼克夫這邊是沒有打算 要繼續往前 自爆法守在家裡 殘血的自爆互換 殘血的火戰船要收掉 OK 這邊卡布奇不虧了 有換掉戰船就不虧 但村民發呆的人有點多 4隻村民都在發呆 有點空不太過來 在後面的戰艦數量 穩定到6台 卡布奇這邊雖然戰艦會回血 但可以看到 並不是優勢那麼大 回血速度並不是那麼快 前期的回血還是要透過 那個村民去敲 還是比較實際一點 這個能力就像喬治亞的落馬回血一樣 回血只是加減了 並不是主要的能決定打贏海戰的關鍵 好 這邊火戰船燒一燒 現在看起來 活潑人還是比較 不優勢一點 好 這一戰艦要是拿下 就很賺 哇 又賺到了一艘 好 第二艘 夜拿下 第三艘 往後打這個戰船 這兩艘戰船 殘血 自爆船炸一下 以換掉了一台 後面這個戰船拉走 後面就繼續修理 前方的戰船過來 但是這一艘有點殘血 趕快拉回去 進場維修一下 會比較好 好 那現在海戰部分 卡布奇果然被壓制住了 因為 波波人的海戰 拉離戰場的效果太好 所以殘血的戰船 可以順利的往回拉 結果殘血怎麼回頭呢 他這邊想要一舉見面 卡布奇這邊所有的戰船 但自爆船又過來 趕快上一下 OK 只刀兩艘 這樣的話就不虧 殘血的趕快再繼續拉走 但是好像沒手術了 右邊又來了一艘 殘血的戰船又最後炸了一下 最後是把所有的戰船 全部燒光了 卡布奇海戰全部施力 趕快轉出更多的自爆法 好 目前看起來 波波人 是比較優勢的那一方 資源量也是優勢 現在海戰全速的情況下 漁船趕快獨到邊邊角角 繼續偷偷捕魚 不然戰船很容易就直接損失掉 漁船部分也沒有辦法繼續捕魚 漁船就會造成嚴重的損傷 那如果 尼海戰真的施力 完全強迫回來的情況 就可以直接軌轉 軌轉這個路戰 開始把這個路戰趕快圍起來 結果 妮可夫是 先行圍家了 好 這邊圍得很好 但中間這個 破牆有機會圍起來嗎 這裡好像會進來喔 妮可夫有沒有看到 紅衛鵬 這裡有一隻鹿 擋在這個位置 走了進來 尷尬 OK 這三隻進來 卡不許轉路戰 轉的實力非常好 但是轉路戰也沒有完全放棄海戰 海戰的部分 海戰努力按戰船 好 這三村進來 這村民一定要追著打 好 回頭打一下 三隻村民過來 再扁一隻 有一隻能活下來就很好 但是槍兵來了 槍兵是可以穩定追上村民的單位 移動速度1.00 聰明的話 前期沒有輪走 也沒有走推車 0.8而已 所以這隻槍兵去追 應該就能解掉 而且這裡還沒穿衣服 卡不許這邊要搞事 還不穿衣服 這 怎樣 三隻聰明裸奔 然後被抓爛 怪怪怪的 卡不許好像有點 算是失誤嗎 我覺得這算失誤啦 要搞事還不穿衣服 好 那聰明裸奔 這裡是轉馬舟 是要升城堡時代 誒 不是馬舟 兵工廠 但沒意外的話 城堡時代還是要轉馬舟 待會騎士出來 直接在裡面亂砍一波 卡不許家裡就很炸裂 但是現在趕快升城堡時代 海戰部分開始 撥撥的也不太行 7隻火戰船護燒 但後方有8艘火戰船在追逐 兩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現在戰船的部分 血量是已經剩下200多地寫 現在妮可夫的海戰突然又要打輸了 就入戰搞一搞 海戰突然失利 卡不許用了犧牲山村的 經濟烈士 但是成功把海戰給挪了回來 卡得十分漂亮 海戰部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可以看到是自爆閥 然後火戰船繼續按而已 然後妮可夫這杯是想要抓住 這山村的關係 有點分心了 海戰部分沒有控好 被自爆船遭到有點殘血 好那看起來妮可夫是稍微海戰失利 但城堡時代還是有機會可以多走回來 因為城堡時代他有升級上的科技優勢 然後轉這個弩炮戰船或是火戰船升級 都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反擊回去的 好這個火戰船有抓到嗎 這個位置應該是有看到嗎 好這邊用城堡中心稍微反擊一下 火戰船嘗試想要把左邊的牧場給燒破 但卡不許物在沒有打沒有打所以要打 而是選擇了把家裡先稍微圍死 好兩邊城堡時代來看一下會怎麼打 好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火戰船還在按 等一下弩炮戰船升級 好現在場兵到面偷縮木牆 升級還有20% 但是火戰船雖然來到了14艘 卡不許這邊大量投資海戰 火戰船也好 但是又有個自暴法緊追在後 炸了一發 但前方的戰艦也已經出來 這邊大自暴炸到了非常多的戰艦 現在戰艦已經剩下12艘 現在城堡時代還有25秒 卡不許要小心 這時候要盡可能保存這些戰艦失量會比較好 結果這邊戰局失量又來到升9隻海戰的部分 就是這麼的混亂 到底誰優誰烈 都真的還不好說 好 城堡時代上去 先點了一個二級伐木 但是弩炮戰船升級沒有辦法 弩炮戰船升級是有點貴的 完蛋 再也先點個二級伐木 結果造成自己戰船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升級 好稍微換了一下資源 弩炮戰船升級上去 好 掃一掃 升級上去之後 然後左邊四艘戰舰 應該是可以收掉火戰船 好這個碼頭趕快燒掉 哇這個升級被退款 弩炮戰船要重新研發升級了 卡布奇這邊升級失敗之後 海戰可能會一面倒 好那尼克夫這邊可以考慮去開下城堂中心 第三TC 然後趕快補下弩炮戰船 開始打弩炮戰船路線可能也不錯 畢竟已經有冰工廠了 3TC如果能穩定下來的話 待會也可以很好的獲得控海優勢 好 但卡布奇這裡沒有打算要繼續 打海戰了嗎 怎麼碼頭沒有補呢 怎麼只有兩個碼頭呢 好三個碼頭 第三個在上面 我沒有看到 等著海戰部分稍微有點炸裂 再要逼到死角 最後機會 關鍵的自爆船來了 那現在卡布奇想要打贏這個火彈船 只能靠自爆船 來了 散戰艦 全部散開 不知道要炸誰 回頭找到目標 兩個聚在一起 炸了一下 順利的收掉了 好 等著後面自爆船也來了 爆破船緊追在後 傷害非常可怕 炸了一發 剩下一艘殘血 好第二發來了 爆破船 再來 司機 大獵 突破人 現在海戰優勢 又有點 沒了 持平開局 這就是為什麽要轉弩炮戰船的關系 如果有弩炮戰船的話 就不是那麽害怕爆破船 海戰的穩定度也可以有所上升 那尼可夫這裏並沒有打算要開下 弩炮戰船的升級路線 電視沒有升級 卡布奇這裏也是 兩邊繼續打火戰船自爆路線 好 村民術先是59對58 那卡布奇村民術稍微落後 但因為由於每次升級都會獲得兩村的 經濟補陣 所以卡布奇並沒有太劣勢 兩邊海戰是打得非常的兇猛 都沒有人想要鬼轉路戰 好 這邊四包船過來 這邊有看到 最近不炸 從著牆的部分 稍微控制一下海戰的部分 四包船又炸了一下 現在卡布奇 戰船數量還有七艘 六艘這裏炸個一波 波波冷又 我覺得優實物啦 尼可夫本來大優勢現在變成有點劣勢啊 是覺得要趁有優勢的時候 轉弩炮戰船會比較好 好 這邊想要上島去撿生物 好 聖旅先放下來 到內陸一下 招翔會比較好 好 招翔個一波 招個血多的吧 這個火戰船直接燒死了聖旅 卡布奇這邊反應相當即時 上方的海戰好像快要失利 五艘火戰船突破了上方的防線 這包船就炸了一波 哇 看起來卡布奇要拿上海戰 聖克夫現在三個碼頭 產能開始有點尷尬 漁船部分全部被燒灌的關係 經濟不是很好 卡布奇現在還有兩艘漁船 好 這個城堡蓋起來 左邊的海口就可以拿上 這只要補下二級色 就可以涵蓋這裏的 穩定的登陸的地方 火戰船燒了一波 手村放進來再放出去 卡布奇這邊是城堡時代 轉出了3TC 但地上TC慢了一些 波波已經早已開下 從上方開始致命到新的島 好 第四個TC也補下了 卡布奇這邊海戰並沒有那麽努力在打 反而是在找個機會 好 左邊部分火戰船開始騷擾 但這邊要維持還蠻簡單的 這裏就比較困難一點了 這包船炸了一波 左邊重新開闢深入 好 移動速度的優勢 這個火戰船一定能追得到 戰之暴船又來了 這邊只能散開 好 一換一 卡布奇這邊點下一級農田 要轉成農田站了嗎 好 上方偷偷開碼頭 但是兩艘在上面虛弱的火戰船 抓到了村民 好 我們拉一些戰船去上方防守 卡布奇看到 上面是你的新的海軍基地 好 火戰船被著想拉走 好 現在卡布奇要趕快暗身旅上島 趁現在自己有海戰機會 先把這兩個聖物先拿下來 後期這張地圖的聖物也是相當重要的 好 左邊火戰船 3打4打3 有點不自量力 自暴船來了 然後去追後面那兩艘殘血的追上 炸裂 搞定 卡布奇村民出五箱七七村打98村 波波人在這邊偷村民 偷得很開心 卡布奇失誤沒意識到自己村民已經落後了嗎 分數開始有點被逆轉 但是海戰部分 孟加拉人還沒有輸 波波人這邊也是局部去補下更多戰艦 一陣爆炸之後 孟加拉人開始拿出了劣勢 拿出了優勢 拿到優勢了 那現在波波人要打贏海戰的話 還是要繼續出更多的自暴船才行 不然就是要趕快把這個經濟繼續農上去 待會就可以找個機會 補下更多的碼頭 產出更多的弩炮戰船 跟火戰船 哇這場比賽正是火戰船大戰啊 右邊兩艘彈劍到了旁邊 就快就被炸到了 哈哈 我在想說他怎麼聚在一起啊 果然被炸爛 好 這裡被招響了一艘彈劍 看起來波波人的經濟優勢比較巨大 已經領先了一千億的資源 現在4TC繼續走 下方我炸了一波再炸一下 這個爆破草莓非常華麗啊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精彩的火戰船 跟自暴船的互相炸裂對決啊 讓我邊都燒得很開心 波波人現在是村民上的領先優勢非常巨大 30吋的優勢 這邊想要看一下有沒有領先登島 但波波人 好像要來升帝王了嗎 感覺這個資源量差不多了 孟加阿倫的問題是TC要趕快晚給我開 右邊的黃金數量也是很多 這裡要趕快先鎖住才行 那現在目前生活的部分 兩邊都還沒有上島想要去爭取 卡布奇這邊我是覺得有點上頭了 雖然海戰部分稍微有一面 但是沒有利用自己的優勢 趕快去把生物拿回來 這一點就有點不太好 我個人覺得 畢竟海戰要打贏 尤其是島上有生物的情況下 越早拿優勢就越大 好兩邊自爆 好 挑戰船在中間 炸了一波 卡布奇 炸方又來 完了 被直接上 彈劍數量突然劣勢 受不了了 終於卡布奇要轉出射箭場 射箭 一擊射 好 待會要轉移到戰船 尼可夫這邊準備點下帝王時代 這邊是不是插了一個建築物 對 插了一個建築物 升不上去 結果換尼可夫沒有看好海戰 結果孟加阿倫已經先提升了帝王時代 時代上的優勢 讓尼可夫可能會有點炸裂 這個算是自己的失誤 時間差距兩分鐘 海戰部分 尼可夫要維持戰線的話 自爆船跟火戰船也是繼續不能斷 而且還會有兩分鐘的劣勢時間點 好 卡布奇這邊直接在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過來 但自爆船兩邊還在打 炸到了 完蛋 完了 兩邊大肆開炸 中間似乎兩邊都沒什麼在控 看到這根城堡 尼可夫想要馬上蓋堡 但這根堡絕對蓋不起來 他有看到這裏有一根城堡嗎 車上去趕快取消 老幹老幹 這裏蓋堡會出事的 尼可夫現在在努力在扣海戰的關係 沒有看到上方有城堡 哇 如果這個城堡還是到那些村民 海上城堡被控制住 趕快取消 自爆船又炸了一波 卡布奇 升到電用時代 重型 火戰船 已經點下去了 這包船 再來 炸了一波 結果殘血的不理 哇 血量這麼殘 待會還能炸到嗎 可以 城堡不在家裡 直接雙堡對應 但是敵方的巨型投擲機已經出來 但沒有關係 不不能用火炮 化學大家會找個機會研發一下 血型投擲機 正面已經開拆了 唉唷 這裏 手推車 應該是沒有辦法研發好囉 好 兩邊都補下了手推車 旁邊經濟互炸一下 目前看起來 孟加仁的戰車路線是打不贏 勃勃駱駱駝兵 後期的入戰要怎麼打也是蠻關鍵的 好 現在上電用時代 巨型投擲機 趕快按 化學部分 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重型火戰船的優勢非常巨大 但是還是擋不住爆破船的傷害 爆破船還是成功扛下了 火戰船打重型火戰船 兩邊的數量有明顯上的差異性 尼克夫用自己的戰券數量打贏了重型火戰船 這爆船炸了一個重型爆破船 來了 炸他一百四 但是還沒有炸 少個機會 巨型投擲機 還在攻城 好 直播船來了 追上一次三艘 殘血 好 這裡點下了造船員 待會戰船的價格又會變得更便宜 巨型投擲機 努力攻城 後面有補工程器製造所嗎 沒有 這裡火炮還沒有研發下去 好 孟家人點下了二級射 好 巨型投擲機 努力開拆 三臺巨型投擲機 努力拿下 但是伯伯人 村民數有優勢的關係 資源上可以撐一陣子 但是卡布奇這邊有村民上的數量限制 原來的村民就這麽多 怎麽維修就是這個速度 終於三臺巨頭就可以拿下一根城堡 這是不變的定律 三個巨頭就可以拿下一個城堡 那現在奴炮戰船也升級上去了 縱形奴炮戰船 三級射海沒有點 波波人這時候也才補下化學 這裡弱駝工兵補下 但是這裡非常多的村民直接上去 就是一拳爆打駱駝工兵 駝駝工兵直接倒地 後面有更多駝駝工兵 開始追逐右邊的巨型投擲機 一旦沒有城堡 這邊的騎兵單位就可以做出很大的效果 但是駝駝其實有害怕 但後方的戰船想要直接毒口 這裡一堆村民沒無處可逃 巨型投擲機只能再次架起來 看能不能用巨頭反制戰船 但是正面的海戰部分又在開打 這包船過來又炸了一下 火戰船繼續圍殺這些村民 巨型投擲機架起來治療小心 不要進入人家的射程範圍內會比較好 這裡不必要 三台巨頭進入人家的射程範圍內 往後拉 OK 這裡就靠駱駝加上海戰優勢 解除包圍 搞定 這村民全部拿下 海戰部分 現在波波人點下了跟蹤技術 駱駝 送中駱駝升級也點下了 孟家人後期有點難打 好 最後這四台巨型投擲機 沒有讓波波人城堡給殞落 反而是自己的城堡掉了 四台巨型投擲機也無處可逃 海戰部分現在有點誤開 但這麼堅持打海戰 兩邊的僧侶都還沒有上導去解聖物 好 卡不許點下了化學 戰場部分往前壓制 現在 濾化戰場出量並不多 波波人點下二級射 三級射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孟家人肉類有點爆炸 但是轉出肉馬 也打不已人家 現在轉肉馬 人家的駱駝公兵加駱駝騎兵 肉馬是不好的路線 但如果打槍兵路線的話 雖然有擊兵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 鎧甲遇到駱駝公兵也是挺難受的 現在最好的辦法 可能還是要先轉個槍兵配上僧侶 我是先轉個戰亡兵擋一下 還是要直接轉強奴呢 孟加阿倫是有強奴的文明喔 轉強奴的話我覺得比較適合 應付伯伯仁的駱駝跟駱駝駝兵的選項 所以孟加阿倫這裡不轉強奴可能會有點炸臉 海戰部分可能也要打輸 現在火炮戰船也出來了 右側部分開始進攻 右邊挖黃劍兵直接被收穿 Tabuch被尼可夫直接重重包圍 海戰部分這個海口要是被控制下來 黃金就要被斷掉了 Tabuch現在是努力的 轉出了步兵鎧甲 要來提升一下陸戰的實力 好 米可夫重新補下手推車 海戰部分稍微被反打了回去 競技上還是領先狀況 但是海戰部分有點失策 火炮戰船沒有辦法獲得很好的海圖控制權 就沒有用了 結果這裡自爆船再一波 再來第二波 哇 直接收掉了七艘火戰船 船稍微抖動一下 想要躲掉奴炮戰船的傷害 但應該是躲不掉 真的要躲掉太困難 臨死之前還炸到立發 還不錯 好 但是夢家人也轉出了火炮戰船 右側這邊一個堵口 說明沒有辦法去過側 這裡戰艦直接堵住 島上的黃金還可以繼續用嗎 黃金已經歸零了 卡布奇最後一波 最後的決戰 如果人點下了銀罐 駱駝回血 群聚堡壘 金罐才是回血的能力 現在目前看起來 卡布奇戰船部分已經來到極限 沒有任何的黃金 只能透過買賣 這樣打到最後一兵一組 只要能突破右邊的防線 待會就可以獲出挖黃金 但是戰艦數量已經開始被明顯打了出來 12台弩炮戰船 14艘弩炮戰船 但是後方有8艘爆破船炸破正面 弩炮戰船直接被射穿 被炸穿才對 來炸一發 卡布奇 沒了 真的是沒了 恭喜 尼可夫 要拿下比賽了 這一炸還要撐嗎 反正是撐不住了吧 喔 這邊難道還能打嗎 還在補 碼頭 但是巨型頭時機拆得很開心啊 你每蓋一個碼頭 我就拆一個碼頭 似乎沒緩沒了 好 左側巨型頭吃一想要突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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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轉成入戰 左邊進攻 但是爆破船來了 自爆船 啊 三台巨型頭沒了 最後的希望 就此消失 左側看起來是攻不進去 右側沒有辦法逃出去 去挖黃金 黃金繼續歸零的狀態下 上一人 嘗試 去搶灘 這個搶灘能搶下嗎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但是有這麼多村民過來 用炮戰船有看到 正面部分火炮戰船繼續攻城當中 但是戰往兵走進來 卡布奇沒有打算要放棄 但是這邊有駱駝怎麼辦 直接手撕巨頭 沒問題 問題是黃金依座沒有辦法取得 波波人點下了 馬凱科技 但是卡布奇這時候點下了投降 打出了GG 恭喜 尼可夫拿下 比賽勝利 來這邊波波人 最後的經濟資源是來到了8萬 風加人則是7萬1 15 黃金 石料 都是一個不錯的增長 那黃金部分則是拿到6000資源上的勝利 跟我們上次就是用資源淹死對手的一場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비bay 路斯盆 路斯盆 路斯盆